Yo 我是珊珊 欢迎收看职牙101 那这个系列呢 主要就是分享职场啊 还有职牙相关的一些大小事 关心这类话译的朋友们可以先订阅起来 以防不时之需 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同事相处之道 那我这些体会是说就是 就算公司再好啊 然后福利再有平台再大 但真的决定你每天的日子过的是 愉悦顺畅 还是委屈求全的 还是一起共事的人 也就是交流最密集的同事 所以怎么和同事相处 然后避免误入禁区 就是要有意识的绕开危险地带 那今天主要和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近期比较有感触的 就是三要三不要原则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就是在刚入职场啊 或者是说 我要刚加入一家新的公司的时候 可以远离纷扰 提升同事对自己的好感度 首先第一个就是刚进公司的时候 然后先观察 不要就是太急着 想要进入一个小圈圈 或者是找到归属 那其实也是因为之前 听过就是朋友的经历 他刚进公司的时候 就是有一位同事 一直不断的对他示好 会主动的找他聊天啊 找他一起吃午餐啊 然后好像做什么事情 都在一起 刚到一个新环境 可以有人陪伴啊 不孤单 其实会觉得还蛮幸福的 所以呢 他也就很自然的 和对方分享一些 就是可能比较自己 隐私的一些事情 几个月之后 他开始发现就是为什么 大家看他的眼神 好像怪怪的 才知道说 原来这位同事 把他的事情都分享出去 然后把他的事情 来当做跟其他人 建立友谊的素材 所以呢 其实在刚到一家新公司的时候 我自己的习惯是 可能会 比如说透过 大家小小的公司会议啊 还有就是会尽量的 参加大家的聚会 或者是午餐的邀約啊 来观察就是不同同事们的 个性 判断一下就是同事们 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自己会观察几个点 这个人他在团体当中 他谈话的频率有多高 不是声音的频率 就是他的次数有多频繁 谈话的内容是什么 那他主要就是 和谁在互动 那其他人就是在 这个人发表 谈话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比如说像 很长 就是他一讲话 然后全部人通膛大笑 或者是就是很长 被其他人cue到 就是要他回答问题 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好像是在 在这个团体里面他是人员比较好的人物 或者是他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人 所以后续可能 当我遇到什么问题啊 或者是困难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比较想要参考 他的意见或者是想法 可能逼同事 很常就是喜欢打断别人 然后或者是在别人就是 好像不同意他意见的时候 他会产生出一种很强烈的否定 那这种类型的同事 我可能跟他相处上面 就会比较注意 然后比较观察说 他的地雷会是在哪个地方 然后就是避免踩到这样 或者是说某位同事C他在讲话的时候 我就好像观察到 另外有两位同事 他们可能就是互看一眼啊 或是有做一些小动作 那我可能就会猜测说 互看的同事他们感情是比较好 可能都同时对这位同事有一些就是自己的意见 就是会借有像这样的机会 找到不同同事们的类型 然后也把他们就是大概 划分一下到底谁跟谁可能是比较友好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他不是说要去否定同事们的个性啊 或者说趁机我自己也来搞一个小团体 或是小圈圈 因为我觉得应该说很核心 我们今天到一个职场里面 我自己觉得啦 我今天就是来工作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目的 其实是帮助我说 让我可能后续跟这个人有工作上交集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样用一个更聪明的方式 来和对方相处 然后来完成我该做的工作 工作已经本身就够辛苦了 然后不需要就是因为一些没有必要的纷争 然后去加重就是工作上面的一些负面情绪 以和为贵 辛苦加上辛苦 没有必要 那第二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原则呢 就是不要用抱怨啊 或者是分享八卦来和其他人交朋友 聊天过程当中呢 就是尽量只谈论一些就是比较中性的话题 之前有遇过就是刚加入我们公司的同事 在跟他就是关系还不是到很熟的时候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分享 就是他在这期间他听到的一些八卦 你知道那个谁谁谁吗 听说他他怎么样 他好像跟谁不合 甚至他八卦的对象 我根本就也不熟或者是不认识 或许他并没有恶意 就是或是他只想要表达 就是跟你的那种亲近的感觉 但是其实当下我听到的时候 我的那种警戒雷达会 哦一哦一就是想起 就是默默会在心里想说 他今天可以这样子和我分享别人的事情 那会不会改天他就把我的事情用这种方式 然后去分享出去 对他的印象就会变得比较负面 有一些防备心 那有时候不是你主动八卦 而是八卦来找你的时候 就是不小心陷入八卦中心的时候该怎么办 中午聚餐啊 吃饭吃一吃 可能就会有人讲到说 诶你们不觉得那个谁谁谁真的是很爱抢工作很爱表现吗 这类的话题 那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我 我会听听就好 但有时候就是会被迫要 就是给出个回应啊 或者是分享自己的看法 那我自己使用的两个小技巧不负荷他人 然后第二个就是不用负面的词汇去回应 你不觉得那谁谁真的是很爱表现吗 那我第一个回应的方式 那我可能就会说 是哦我跟他好像没有什么交集 所以我没有观察到 那或者是说 嗯 哇那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人啊 就是类似这种的回应方式 然后就是去带国 这样讲起来好像很容易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还蛮难的 尤其是当你好像默默心里 有一点点同意他说的话的时候 这时候真的那种小恶魔就会跑出来 所以你真的是要就是 哦你自己大腿提醒自己就是不要乱开口乱讲话 那另外就是你也知道自己常会这种 哦冲动想要回应人家的时候 那我可能就是会先观察出说 谁好像比较喜欢谈论这样的话题 那我自己呢就会刻意的 避开和他相关的一些聚会 工作上面抱怨的话 我也会尽量避免 之前我有过某位同事A 然后和我抱怨就是同事B工作上面的事情 那他可能不知道的是我跟这位同事B 其实我们的交情还不错 假设我今天就是一个心术不正 跑去跟B说什么的话 那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很有可能就是更加的恶化 或者是魄力 所以我也借机反思 提醒自己真的是要谨言慎行 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知道说 诶所有的人事物 然后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如果你真的在工作上面有些事情需要 抒发的时候 赶快拿起电话打给爸妈 打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那一般聊天当中到底可以聊什么话题呢 就我们刚刚讲到说 诶我们尽量聊一些中性的吧 我自己爱用的口袋名单 比如说诶你平常午餐都吃什么啊 那你是自己吃还是你是会带便当 那如果他回答说他带便当 你又可以延伸话题说 所以你有煮饭的习惯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煮饭的 那你都用什么食谱啊等等的 这一系列就有非常多的话题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 诶那你下班回家喜欢做什么 你有什么爱好 然后或者说你周末平常有什么活动 诶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新出的剧很好看 或者是那种运动啊健身啊减肥啊这种 这些我都觉得是很不错的话题 了解的同事 然后或者说诶找到我们真的彼此 或许有兴趣爱好 大家比较正向的去交朋友 那第三个想和大家分享的原则呢 就是不加现任同事的社群媒体账号 那如果真的要加的话呢 也要分类尽量只分享一些就是 比较正面的动态 接触大自然呢 然后看歌剧啊 文艺表演等等的 那如果是那种 OMG 夜生活蜡咒 抱怨生活 或是那种负面情绪的文字 建议屏蔽掉同时 因为就算你并不是在讲工作上面的事情 但是也很容易成为别人 差于饭后的话题 特别要注意的呢 就是尽量不要在上班的时间发动态 休息时间玩手机很正常 滑来滑去看到 一个小时前 我的某某同事 发了一个和工作完全不相干的动态 奇怪一个小时前 他不是在和某某主管 还是某某客户在开什么部门会议吗 也太不OK了吧 就是开会就居然还发动态 但是很有可能那是一个 比如说会议中间的中场休息 或者是说 我们就在等待某位迟到的讲者 就滑手机 顺便发了一个动态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期待说 诶别人看到这样子的po文的时候 心里会怎么想 那如果同事要加你 但其实你不太想的话 那我自己惯用的就是 那种打哈哈的方式 就比如说诶 你有在用IG吗 哦我没有耶 我不太常用 那还是可以加一下啊 然后我就会说 诶 然后我就会说什么 超不常用的啦 因为根本没什么东西 LINE或者是WeChat也可以啊 就是这样子比较方便找吧 就类似这种 会不会有点假 就会讲到听不懂 他要问的是什么 再虎回一点的那种同事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说 哦这样加了怎么维持我 迷人的神秘感呢 就类似这种比较散巴的话 但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要看 就是自己的个性 或是你平常的 呃 氛围是什么样 欢迎如果你是有不同个性 然后你有不同解决方案的话呢 在下面留言 和我们大家分享 如果说你对于就是 拒绝别人 会感到比较别扭的话 你可以简离 专门给工作上同事家的 就是社群媒体账号 好处就是你 你也可以趁机偷窥 同事们他们平常们的生活 借机拉近彼此的关系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那我觉得第四个 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原则呢 就是要多多赞美其他人 不管是对有利害关系的人 甚至是竞争对手的同事 都可以抱持着学习的心态 然后经常的请教对方问题 一般的工作习惯是什么 怎么样子去优化 然后可以提高我的效率 我今天遇到了某某问题 然后我的处理方式是这样 然后不知道如果是你的话 你有没有更适合的处理方式 或者是你很直接的 可以问大家说 有没有对你工作上面的一些建议啊 或者是反馈 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之外 然后你也可以传递出 比较正面的形象给大家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 就是可以做的事情呢 就是去观察同事们 他们工作上面的亮点 不要吝啬给予非常具体的赞美 有位同事他演讲 然后做得非常的棒 那你就可以大力的赞美他 就比如说 哇 我觉得你刚才台上看起来超级有自信的 然后 你的报告非常的简单明了 然后连我这种 好像对这个产品都不是很熟的 都可以略知一二就是你在讲什么 或者是说 你看到同事的 哇 他的说面报告做得又快又好 你就可以说 哇塞 你这个报告做得太好了吧 你怎么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内 做出这样的报告 怎么办到 这可不可以教教我 但是呢 我觉得太过刻意的赞美 可能就会比较小心 尤其是围绕在就是外在上面的 就是像我很常听到的对话就是 哇 你是不是瘦啦 呃没有 我胖了三公斤 哈哈哈 哇你今天看起来不太一样耶 就是新发型吗 呃 一直都长这样啊 所以我在旁边听到都 会觉得还蛮尴尬 我自己可能会描述的比较具体 或者是去赞美他的服装 比如说我真的觉得 诶对方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好看 那我可能就会说 诶这条裙子真的超级适合你耶 看起来很有气质 或者说哇这条裙子不错哦 很有春天的感觉哦 还是今天要去约会 就类似这一种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用 非常小心的就是 不要用那种 听不太出来到底是 包还是扁的那种形容词 亲身经历 那一天就穿了一件 海军兰 然后断面的那种长版衬衫 然后再配上那个红色裤子 从事看到我就说 哇 你这衬衫很好看耶 你这样搭好像美国国企哦 然后我认真就想了一下 这个是赞美吗 还是 我就听不太懂 我就不是很确定 他今天是在包我 还在扁我 所以像这种的话 就尽量 不要让人家有误会的空间 第五个原则呢 就是保持低调 工作上面呢 可以表现出色 但其余的行为呢 就是在刚加入公司的时候 尽量的融入公司的习惯和文化 像一只变色龙一样 刚到一家公司的时候 可能就会先观察一下 办公室里面 我的同事们 大家的穿衣习惯 不同的场所的使用习惯 然后上下班的习惯 是什么样子等等 大家平常穿的就是比较随意 就连主管 他每天都是穿个牛仔裤 那我每天如果穿的整套西装 那看起来就会比较突兀 那或者说中午的习惯啊 可能是会拿着便当到中庭吃 就是避免说整个办公室里面 都是食物的味道 那可能就不要在你的公位上面大吃 就是麻辣粿啊 操豆腐啊 榴莲蛋糕啊 那也会观察一下 比如说像大家 平常下班啊 习惯性就是 我位置一靠就可以走了 还是说我要跟主管打一下招呼 或是跟同事 大家说一声再见啊 等等的 这个也是可以观察的地方 但其实我觉得原则五啊 是我自己会遵循的方法啦 但是这个就比较见仁见智 我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这些不影响你的工作表现 纯粹就是用来毙掉一些 没必要的闲言闲语 成为大家的话题中心这样 如果说对于这些闲言闲语 你自己是可以承受 可以就是维持一个很健康的心理状态 然后你不会因为大家讲什么 就感到困扰的话 那我自己个人看法 我觉得就没有关系 就是 就算全部人都穿得很素 但是我就是一个比较活泼的人 我就是要染一头粉红色的头发 那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承受的话 我觉得这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事情 其他同事需要成长 第六个最后一个 不管对谁呢 就是都保持礼貌还有客气 把黄金六词汇挖在嘴边 自由的搭配运用 你好 请 不好意思 辛苦 麻烦 谢谢 就我自己的礼貌黄金六词汇 在走廊上啊 遇到不管是老板 主管 同事 清洁人员 来拜访的客户 看到的话就不要躲避眼神 就是 看着他然后礼貌性的点头 轻声说你好 这样子就可以 就比如说 你好 你好 你可以这样子礼貌性的点点头 我觉得也是ok的 然后就是不要去回避 跟其他人的眼神交流这样子 那你也不要很大声说 欸你好 就会觉得 欸好奇怪我认识他嘛 就反而造成别人的 就是那种慌张 礼貌性的点头 还有问候 释放出你的善意 那另外呢 就是去时常的表达你的感谢 就算那件事情 本来就是这个同事 他的业务范围 就是他工作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今天拿了这个资料 然后我就要去 呃 请我们影音室的同事 去协助影音 那我可能就会说 欸不好意思麻烦印五十份 谢谢 跟你直接跟他说 这个印五十份 哈哈 这两个就会有一些差距 或者是说 在报告里面的数据 麻烦周五前提供哦 辛苦了谢谢 在报告里面的数据 周五前提供 前者都会听起来 温暖许多 如果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 你可以主动的去把自己 期待被对待的方式 然后你用同样的方法 然后去对待别人 那可能久了之后 大家也 嗯 或许可以给你同样的反馈 好的那就是今天分享给大家 对待与同事相处 直到之 删到你 删不要 但如果说觉得 这些实在是太过细节的话 可以把我的核心理念就是 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是要来把我的工作做好 还有就是与我的同事们 建立良善关系的 基于这样子的核心理念 我大部分的心思 我就应该花在说 欸我怎么样可以更好的 把我的工作做好 帮助公司提升之外 那我也同步去提升能力 然后呢就是去培养一双 就是发现美的眼睛 去发现你周遭同事 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亮点 多开金口 然后去鼓励 还要赞美其他人 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 对你有些帮助的话 欢迎帮我订阅分析 那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听的总题 也欢迎到 IG 还是许 或是在留言区中间 那我是莎莎 我们这支影片见啦 拜拜